大家好 我是麥希恩 我有幾部電影想推介給大家 第一部是《時之與和》導演的《比海橫心》 他在描述主角阿暴歡和兒子的同事 不停地透過父親的細細 去刻畫這兩父子的關係 其中一個情節令我淚崩 男主角阿暴歡的爸爸 有一個物件要留給他作家的兒子 可以讓他再寫小說的時候 可以亡默寫字 我沒有看到任何人的表情 我純粹看到物件盛載著重量 整部電影一直貫穿了 這個男主角一直以來 喝求他爸爸的認同 喝求得到他爸爸的看見 但原來爸爸早就看見 只不過從來都沒有向他表達 看完之後會提問 究竟我們有沒有成為理想中的大人呢 接下來想推介的電影作品 就是《時之與和》導演的《第三道殺人》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電影的認知或者理解 就是將想說的故事 想呈現的事 拍出來 去傳遞給觀眾 根據我們一般對於懸疑電影的理解 可能就會想像有很多的犯罪場面 正正在這部電影裡 你是不會看到這些場面 更多的就是每一個人物 他們怎樣去面對需要守護的事情 他的創作動機或者他的善意 並不是展示在拍些什麼 或者呈現些什麼 而是他選擇不拍些什麼 以及不呈現些什麼 是相當之有難度的 在說故事的層面裡面 怎樣去透過不呈現 但是能夠呈現呢 至於第三部電影就是 在下拍的《Diva華麗之後》 因為這個故事其實是關於 我們有沒有勇氣去面對 自己如果脫離了自己 一路夢想以求的事業 生活 我們還有沒有辦法 可以做回原本的自己呢 《Diva華麗之後》 其實是一個關於欲望轉移的故事 他在陳述著人在人生裡 可能有很多事情都很渴求 或者很想追求 而當他得到他們要得到的東西之後 他回望回可能他最想要的東西 是他為得到眼前所得到的事情 而捨棄的一切